小杰食禁厨房线上直播 分享料理还有抽奖活动 欢迎朋友们再回来到老Gate 今天的直播是与大臣鹿野土鸡合作的 所以只要朋友们完成四个指令 第一加入小杰的粉丝团 第二到大臣鹿野土鸡的粉丝团按赞 第三分享本篇直播并设定公开 第四在留言处tack两个朋友 并且留言快来抽奖哦 完全指令就可以参加由大臣鹿野土鸡提供的抽奖活动哦 奖品有什么呢 哦奖品有我们的食用保冷袋 或者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啊 一整只的拳鸡哦 大臣鹿野夯鸡一只 这个二则一 就是由厂商随机就是送出 一共有三个名额 欢迎朋友们踊跃参加 那今天一样我们有线上加码的活动 只要在直播进行中 就是回答小杰的提问 第一个留言答对的朋友就可以直接送 就是这个其中一样哦 不用抽奖哦 欢迎朋友们有时间的话 跟小杰就是线上互动 对 那有一个名额哦 先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哦 朋友们晚上好 舅舅晚上好 那个Lucy Lucy晚上好哦 Elly晚上好 Ey Alice晚上好哦 你好你好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要介绍的啊 是我们的客家小草 哦 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听我的口音听得出来 我是客家人 对不对 那个 就是之前读书的时候 朋友就约我说 诶小杰小杰 我们来去吃那个客家菜 我说这什么客家菜啊 我妈就客家人 每天在家里吃的都是一样 我们来去吃麦当劳吃汉堡啦 哦 就是呢 就是客家菜啊 有几 就是 就是比较有名的 就是我们客家小草 还有什么 什么 什么 高丽菜风 哦 都是我们就是一般 就是平常在家里面都吃得到的哦 那客家小草呢 要用到的啊 是三层肉 那之前呢 我们三层 应该说之前 在 在三层肉上面的运用呢 我们客家小草呢 会用到咸猪肉哦 就是比如说过年拜拜啊 或是 初一十五拜拜的时候啊 会有咸猪肉哦 那咸猪肉呢 在跟客家小草 在草的时候会比较咸哦 所以呢 有后来就改成就是三层肉哦 咸猪肉也是三层肉做的啊 就变成三层肉 那今天呢 因为今天我们的那个 推广活动呢 是大臣鹿野土鸡推广的 的直播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啊 是我们鹿野夯鸡哦 这个呢 这个啊一只啊 不大哦 就是 哦 大概这样子哦 它这个呢 是冷冻即食哦 比我们的那个 咸猪肉还方便哦 你 它烟好了 连烤呢 都给你烤好了哦 直接啊 退冰之后 打开来 就可以直接享用了哦 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 给朋友们看看 你看 哦 它这个收到的时候呢 它是冷冻的哦 所以我们保存的时候 要放在冷冻的地方哦 那它这个呢 是用我们的鹿野土鸡做的哦 所以一只的分量呢 哦 还满 还还 哦 还满 说大也不大哦 看看它大概多大 你们会好奇它有多大吗 可以看到有没有血哦 哦 哦 大概一斤哦 大概一千公克哦 就是小家庭呢 在吃的时候啊 会很方便 那它这个有头 有爪子是拳击哦 所以我们在拜拜的时候啊 用它来拜拜也很方便哦 然后把它拆开来 你把那个外面的那个 密封袋拆开来之后呢 它里面还有一个哦 那个 那个塑胶袋 塑胶袋 哦 打开来就是这样哦 它这个呢 鹿野夯鸡啊 它是用我们 就是甘蔗 甘蔗的渣 下去 这个鸡肉呢 腌好之后 它用甘蔗的渣下去 用烟熏的方式 那它这样子表面呢 哦 有一层诱人的金 金黄哦 看起来呢 就非常的好吃哦 这个拜拜完之后呢 也可以顺便祭祭我们的武藏庙哦 非常的赞 那它这个呢 是冷 就是冷冻基石 就是你退完冰之后呢 它可以 马上食用的哦 那小杰 因为今天要做客家小草啊 所以我把它的肉呢 跟骨头分开来了哦 我稍微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哦 一直在那边叮叮叮叮叮叮叮 我自己讲太多 都忘记朋友们在线上哦 忘了跟大家打招呼 哎 哈啰 淑音 晚上好 嗯 你好你好 哦 淑琴也在线上哦 哎 淑琴晚上好 对哦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 鹿野杭基的色泽啊 是用甘蔗的扎下去熏的 所以呢 就是颜色上面的话 非常的秀色可参哦 那因为它有淹过了 所以呢 它本身它是有咸味的哦 那我把那个骨头去掉之后呢 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哦 我那个鸡翅跟那个 鸡翅腿的部分呢 我没有去掉哦 我有留着 因为这个炒的时候 其实还蛮方便吃的 然后呢骨头取下来之后啊 好 这是它取下来的骨头 我们可以把它跟 菜头 大头菜 大头菜 國语是怎么念 大头菜吗 对 就是大头菜去皮之后呢 把这个骨头 跟那个我们没有剥完的肉肉 因为它会有肉汁哦 下去加入一千两百细细的水 然后五片姜 老姜的姜片哦 下去熬煮一锅汤 哦 大概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哦 因为呢 我们那个大头菜啊 它很快就会软了哦 那因为这个骨头呢 它本身还会有一些就是 腌制的那个风味哦 很香 所以呢 我们把它就是加入一千两百细细的水 进来哦 我忘了这锅子快修啊 我拿一个布哦 就是我们加入一千细 一千百细细的水 让它熬 熬完之后呢 我们那个 大头菜呢 就非常的软嫩哦 那我们再把这个骨头挑出来哦 那等一下的时候呢 我们会 这一锅汤啊 我们可以 搭配那个蛤蟆 哦 一起下去煮 所以呢 我们现在先介绍我们的客家小巢 讲到现在还没有煮哦 很方便哦 我们那个 大城夯鸡超赞的 就是冷冻即时哦 退完毕就可以吃了哦 那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来 等我一下哦 哦 这个盘子还要留着 等一下可以呢 我们客家小草炒好了之后啊 可以装 好吗 朋友们在家里面也会做客家小草吗 还是就是 就是 会到那个管子里面的时候去点呢 哦 哎对 这个锅子会烫的哦 对 哦 稍微 整理一下 然后呢 我们 客家小草啊 就是 咸猪肉的部分呢 我们用我们的夯鸡来代替 之外呢 我们还有两个重要的食材 一个就是我们的鱿鱼 哦 鱿鱼呢 我们把它就是 切成条状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豆干 哦 豆干呢 我们也是一样 把它就是很剖之后呢 再把它切成跟鱿鱼一样的 就是大小哦 切成也是切成条状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就一边 一边煮 一边介绍哦 哪一个炒锅 然后呢 火的部分啊 因为我们没有像煮三猪 就是 就是 咸猪肉那样三层肉 哦 我们需要煸油哦 那这个呢 汤鸡的部分呢 它已经是熟的哦 所以它油脂的部分没有很多 所以呢 我们现在炒锅的话呢 我们要加就是 就是 发烟点高一点的油进来哦 因为我们要进行炒的动作 大概加一到两大匙哦 那我们本来 如果是 三层肉的话 现在就下去煸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夯鸡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煸的鲜的顺序 稍微颠倒一下 哦 我们先把我们的豆干 放进来 煸给它就是 上色哦 稍微开一下 火调整一下哦 这个豆干呢 稍微切成大概 这样子的大小哦 就是你在夹的时候 一条一条还蛮方便的哦 这边使用的量 大概是三片的量 你在买的时候呢 你可以稍微 选那个 有点厚度的哦 不要选太薄的 太薄 你切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会没有 那个厚的切起来 那么漂亮哦 你厚了之后 因为你很剖之后啊 还有一个形体 所以我们稍微把它放进来 然后稍微呢 把它就是均匀 炒到吸附油末 就可以让它稍微煎一下 让它的表面呢 有一个焦焦的味道哦 然后也方便它可以定型 然后这个倒进来之后呢 均匀炒均匀 吸附油末之后呢 我们可以加我们的那个 爆香材料 看一下朋友的留言 社长这个可以泼吗 诶 加龙晚上好 对哦 对哦 又香又过瘾哦 辣呢 小杰也有酌量哦 像这个现在 叫爆香材料的部分 辣的部分呢 我们要把它切成片状 哦 不要太切太小 因为这个客家小草呢 你就是要 那个面子看起来很大哦 所以呢 我们稍微把它切成片状 那敢吃辣的朋友啊 我们可以把辣椒留着 那小杰家里面的小孩呢 不太敢吃辣哦 所以小杰把中间的籽给去掉了 把它加进来 然后蒜头的部分呢 哦 一样哦 我们留到流行体哦 我们看起来比较大 对 因为这有时候客家小草 可以请客啊 什么的 你把外磨去掉之后呢 稍微把它拍扁 或是切成片也ok的哦 把它加进来 然后啊 那个 蒜苗 蒜苗呢 一整支对不对 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把蒜白跟 蒜绿的部分把它分开来 那我们蒜白把它就是斜切哦 切成这样 哦 就是斜切 薄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它这个呢 是让它有味道的 哦 超香的 我们超爱吃那个 咸猪肉呢 炒那个蒜苗哦 那我们今天用了大成鹿野夯鸡啊 下来炒这个蒜苗一定也很好吃哦 因为那个大成鹿野夯鸡呢 它的那个 调味的部分啊 它是用黄金比例的哦 超香 有机会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上网去逛逛哦 我们现在那个大成鹿野土鸡的官网呢 它也有那个活动哦 庆祝2019的到来 哦 它有呢 很多产品的组合搭配 哦 只要719 那呢 只要买719呢 我们就免运哦 非常的赞 哦 有兴趣的朋友啊 等一下就是直播完呢 我们可以到官网去逛逛哦 小吉在那个文墨的地方也有下连结哦 朋友们可以去逛逛哦 那我们现在就是 爆香材料呢 有稍微闻到味道了哦 现在那个 蒜苗的味道超香的 这时候呢 因为我们那个 鹿野夯鸡呢 它 虽然是熟的 但是它没有温度哦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放进来加热 哦 稍微翻炒一下 让它的香气呢 可以跟我们的豆干呢 混在一起 哦 因为豆干呢 本身呢 它没有什么味道哦 哦 你们觉得这一锅看起来就 很想通吃啊 哦 哦 那稍微让它焖一下 在焖之前呢 如果家里面嘛 朋友啊 有那个米酒的朋友呢 你可以加米酒哦 那小杰呢 只有绍兴 那绍兴呢 陈先生呢 他们好像 不怎么买单 所以呢 小杰决定 哦 我们不是有泡那个 鱿鱼吗 鱿鱿的高烫加进来也很好哦 为什么要加烫进来 因为呢 你那个食材啊 它本身啊 如果你没有一些就是 蒸汽让它的 让它蒸的话 它有时候会太干哦 那太干的情形之下呢 它就不容易 它就不容易就是 味道互相的融合哦 那我们家 就是适量的 那个高烫进来 哦 现在是闻到那个 鱿鱼的味道超香的 哦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微盖起来 让它焖一下 哦 哦 超香 料很多哦 没错 这个也可以当便当菜哦 便当菜的话呢 哦 你煎个荷包蛋啊 就有菜有肉有 哦 鱼虾都有了哦 那个啊 我 我后来才知道哦 因为以前的客家人呢 其实客家草草的部分啊 只有猪肉 哦 跟青菜 跟豆干 哦 是没有鱿鱼的哦 那鱿鱼呢 它是靠近海边 因为客家人都住在山上吧 哦 它靠近海边 所以呢 经过通婚啊 哦 就是平地人 跟 就是客家人 通婚了之后呢 那平地人 就把鱿鱼 带到了客家村 哦 所以呢 后来的客家小草啊 就变成了 有鱿鱼了哦 有海味了哦 哦 不然一般 我们那个客家人 在山里面 就是种田的时候啊 他的田里面 会养鱼哦 所以我们拜拜的时候 也是会有鱼的哦 但是鱿鱼呢 它是海上来的哦 所以呢 是经过通婚之后呢 客家小草啊 开始出现鱿鱼了哦 那现在等他焖足的时候啊 我们来问我们 今天的那个 加码的部分 哦 刚刚到现在的朋友呢 如果一开始 有听小姐在介绍的时候啊 应该就知道答案了 哈哈哈哈 大家朋友们 准备好了哦 哦 就是啊 我们鹿野夯鸡呢 它是用我们 大城土鸡 所 就是做的哦 那它是用什么植物的渣 什么植物的渣 经过烟熏 然后做成我们美味的 鹿野夯鸡呢 知道我的朋友呢 赶快可以回答哦 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 就可以直接送 哦 哦 我们的鹿野夯鸡 或是我们的保冷袋二折一哦 厂商会随机哦 对 哦 超香的 等它一下哦 看一下朋友的留言 哦 对 谢谢 有朋友答对了哦 真棒 欸美红 哈啰 今天加透抽 炒炒看 哦 透抽也OK的哦 嗯 没错 烧心酒峰会更好 对 有些朋友呢 愿意就是 就是 不會排斥那个黄酒的味道的话 加烧心其实很像 像我就不排斥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嫁来这里哦 就 这个家里面的人都 就没办法适应哦 酸苗超赞的 对 没错 加豆冠炒过很香 就是可以增加一些那个 其他植物类蛋白质的摄取哦 非常的棒 欸 那个奥斯丁太太晚安 哦 那有朋友答对了哦 我们现在呢 就是 继续哦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汤鸡啊 客家炒炒的部分 稍微翻炒一下 那就可以把我们的那个 这个 鱿鱼 鱿鱼呢 它来的时候是长这样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们呢 可以泡水 那水的量啊 是1000cc的水 加上3克的盐哦 那它可以锁住 鱿鱼的甜 然后泡出来的水呢 哦 不要倒掉哦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高汤 哦 就是这样哦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 鱿鱼这样子 对不对 你可以把中间把它剪开来 之后呢 再横剪哦 你如果这样直直的剪呢 它会卷起来哦 所以鱿鱼长这样 对不对 从中间剪开来之后呢 你再从旁边剪 哦 剪横的 变成这样 我们下去煮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 它就不会缩水哦 那这时候呢 我把我们的鱿鱼放进来 那鱿鱼最好选用的是 我们的那个 就是 阿根廷海域的鱿鱿哦 它的肉 会比较的厚实 哦 吃起来呢 会比较的 就是口感会比较好 那鱿鱿啊 不要久煮哦 久煮呢 你就不不然 所以呢 鱿鱼的那个 时间啊 不要煮太久哦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来下我们的调味料 调味料啊 一般会建议说我们用酱油膏 哦 为什么 因为酱油膏呢 它本身有那个糯米粉 哦 它可以包覆在我们的食材上面 咸甜咸甜的哦 就是你可以加酱油膏进来哦 然后呢 如果 不喜欢那个 就是 家里没有酱油膏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用我们酱油来代替哦 那用酱油的话 你可能还在加一些些的糖进来哦 调整它的风味 那我们就先加糖 先加进来 大概一大匙 然后呢 酱油啊 我们就加一大匙 我汤匙不见了 那用摘的就好了哦 大概加一大匙 哦 那 虽然我们的酱油肌呢 它有咸味了 但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加其他的那个蔬菜进来 所以它的 咸度的话 朋友们可以自己就是下去斟酌哦 那这时候呢 可以稍微再把它翻炒一下 哦 很大一盘 感觉就哦 超香的了 我现在肚子在那边呱呱叫了 看起来就好好吃哦 那现在我们那个味道呢 都进去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那个蔬菜的部分 那蔬菜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有加到那个蒜苗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那个蒜绿呢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了哦 那除了蒜绿之外呢 我们还要再加我们的那个 芹菜哦 过年的时候呢 芹菜啊真的是很抢手哦 一定会用到煮汤啊 什么都会加芹菜 然后呢 芹菜的叶子啊 哦 我们也一样不要浪费哦 我们芹菜呢 的叶子也是很营养的哦 所以一起把它加进来 你就是把那个 这个 蒜苗蒜绿吗 对 把它切成条状哦 然后呢 这个芹菜呢 切成条状 就是符合我们那个 鱿鱼一条一条的那个大小哦 稍微把它焖一下 哦 现在就绿绿的超像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妙 就 小杰不是有在那个网路里面 跟大家讲说 这个锅子呢 可以用铁铲 对不对 可是小杰现在拿的还是木铲 对不对 因为我不知道呢 太久没有使用铁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铁铲很吵啊 哈哈哈哈 像昨天那个 三餐就有说 说 诶小杰 你直播的时候 有流水声 有什么什么声 所以我发现呢 就是 除了我那个 声音 嗓门很大之外 其实 那个声音啊 就是还是控制在 不要炒的 状态之下 会比较好哦 不然按理说呢 这个锅子呢 它可以用铁铲炒的哦 可是就会有点炒哦 现在炒给大家听一下 UBER UBER 哈哈哈哈哈哈 有没有觉得有点炒哦 自己在炒的时候呢 干嘛都很帅 可是现在朋友们都在线上 我真的很怕就是 你们等一下就是把那个 那个手机给我滑走 有没有 就是不要不要不要看了 这时候我头就大 我们还是用木铲铲它就好了 生意会小一些些 哦 稍微那个我们的那个 我们现在就是从刚到现在 都是 火是 在比较大的状态哦 没有转小哦 因为我们有加那个 就是 就是 高汤进来哦 所以不用担心 它会 它会炒到干哦 就有点看朋友们就是习惯 你如果想要吃湿一点的呢 你可以就是汤加多一些哦 有没有 这个汤汁拌饭 非常赞的哦 那如果你觉得就是干干的呢 你比较习惯呢 那你就可以 就是汤汁的部分 不要加太多哦 然后我们就是让那个蒜苗的部分呢 让它可以软化 那我们用盖子把它盖起来 稍微让它焖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来介绍我们的那个 就是大头菜 鸡汤哦 看得到哦 好 稍微看一下朋友的留言 诶 用竹在线上 把豆腰哦 哈哈哈哈 大家吃饱了没 这个时候 应该大家都在吃饭了 本来今天有 本来今天有四次元的 结果呢 四次元跟我说 他六点半要去补习 所以他就 他就离开了 也不等妈妈 就抽屉拿了一百块 他就走了 他也没想到说 我今天炒那么多东西哦 等一下他回来一定会回来 没关系 他可以吃宵夜 我看一下哦 美味 年菜就做这张 没错 太棒了 对哦 很吵哦 哈哈哈哈 晚餐时间都好大一波 嗯 原来如此 哈 说的是通婚那一个部分吗 就是有鱿鱼的部分了 对 所以那个蒜苗超好吃的 没错 那个 那个 玛丽莎 对 玛丽莎 还有葱哦 葱我也是把他当成菜吃哦 哈哈哈哈 哦 是不是很香 你看 他现在就是 诶 我刚刚是要去煮那个蛤蜊哦 差点忘记我煮蛤蜊了 我 我这个再让他等一下好了 我把这个蛤蜊 让他煮一下 哦 我们那个汤呢 就是已经滚了哦 然后呢 小鞋没有 还没有 就是在熬他的时候呢 没有加调味料 没有加调味料 因为我们那个鹿野汤鸡呢 它本身呢 它是用 就是 应该是盐水下去 腌的 它里面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它里面的那个 脸到里面哦 它都会有 它都会有那个 盐分哦 就是 就会有咸度哦 非常的就是 入味好吃哦 那我们现在这个 那个 汤的部分啊 我们把蛤蜊放进来 然后呢 让它焖到它开 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哦 对 蛤蜊先 看一下 Toto 嗯 还是突突 呵呵呵呵 Toto 晚上好 欸 Tina晚上好 我现在听到那个 锅子里面呢 它那个蛤蜊开的声音哦 你们有听到吗 蹦蹦蹦 蛤 有哦 我先把我们客家小草 把它炒起来 啊 在炒起来之前 我差点忘记 加一个东西了 客家小草 一定要加的叫做 胡椒粉 白色的哦 不要加 不对哦 你加的 就变成 化国料理哦 没有 就加白胡椒粉哦 进来 就是我们台式风味哦 一定要加的 白胡椒粉 你可能味道呢 可以多一些哦 让它的陈诗可以更丰富 一样 我们把它翻炒一下哦 哦 锅大呢 就是有这个好处 怎么翻呢 它就很均匀 哦 超棒的 这时候呢 可以把我们的那个 鸡肉啊 把它装出来 又很炒了 呵呵呵 忍耐一下啊 你不要这样 呵呵呵 超棒的 呵呵呵 超讚的 美味的客家小草 完成 我们把这个锅子呢 移到 就是中间一点的地方 来大家看比较清楚哦 昨天有朋友在问这个锅子啊 诶 很漂亮哦 呵呵 我们也把它缤分一下哦 櫻花季还没到 我们就给它先櫻花色了哦 超漂亮的锅子 哦 我们看看我们蛤蜊烤得怎么样 先看一下哦 蛤蜊鲜 对 我们那个高汤呢 是鸡 就是鸡骨头下去熬20分钟的哦 哦对 那个木汤匙呢 它那个就是 你就知道啊 我们像要弄一张 那么大张 不好弄啊 对吧 所以呢 它那个木池的部分呢 就 就 比较小一些些哦 哦 准备好了吗 哦 蛤蜊看了 看起来超肥美的 哦 这我们那个鸡骨呢 把它取下来之后啊 千万不要丢掉哦 你在那蹭蹭蹭蹭也很欢喜哦 对 我们把它拿来熬鸡汤 那个 也很脏 然后我们那个鸡鱼的那个湯汁啊 不要浪费哦 一样把它倒进来 哦 把它补到满 补好 补满 那我们稍微试一下它的味道 够不够咸哦 如果不够咸的话呢 我们可以稍微加一些些的盐进来 调整那个咸度 哦 哦 不用耶 它那个 蛤蜊呢 它那个鲜味啊 超干的 哦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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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用加 加盐 而且我们那个鸡肉呢 它本身啊 就有咸味了 所以那个鸡骨去熬汤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 刚刚好 太棒了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哦 示范的那个 客家小草 让我拍张照哦 希望朋友们喜欢 今天呢 就是示范了之后呢 有机会的话 朋友们可以就是试着做做看哦 那我们鹿野夯鸡啊 到官网去逛 哦 一定会看得到它 甘蔗鸡啦 哦 它是甘蔗鸡啦 那刚刚的答案呢 就是甘蔗啦 用甘蔗的渣 下去烟熏的 所以它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香哦 我把火箱油先关掉 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了 对 食材本身的味道 超鲜美的 超赞的 蛤蟆很大客 对 客家小草超下饭的 明天可以当便当菜哦 对 阿星哥等下回来 我再让他吃宵夜 胡椒粉对 胡椒粉一定要加哦 而且是要加白胡椒粉哦 哦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哦 那我们最后跟朋友们 再就是提醒一下 我们现在大城陆野土姬呢 它官网里面呢 有719的活动哦 慶祝2019的到来 所以呢 你只要到官网去逛逛呢 它里面会有很多组合哦 起来呢 就是719的费用 哦 就是价钱 然后呢 719免运 哦 好康都在文末连结哦 赶快来去逛逛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哦 谢谢朋友们 就是热情的参与 我们星期五见 拜拜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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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